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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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9月 出生不满一个月的兰里华 遭亲生母亲遗弃 被蹲上村村民兰一里抱养 敦厚善良的兰一里 为了抚养这个捡来的儿子 一生没有成家 好像妈妈养这个 这是肚子我呆 是牛奶 兰家的生活并不富裕 一家人虽然十分疼爱兰里华 但生活的结局 还是让他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2005年12月 兰里华应征入伍 来到武警浙江总队 台州支队温岭中队 2007年年底 就在兰里华准备转改时官 继续留队的时候 养父兰一里被查出身患未来 为了报答养育之恩 兰里华告别警营退伍回向 在光泽县公安局 巡特警大队当了一名特警 靠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 为养父看病 进来之后呢 米华把军人的一些标准 都带到了咱们大队 也起了带出作用 特别特别的敬业 之前夜间巡逻侦查的时候 都是他主动提出往前去的 在兰里华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养父的病情有所好转 2010年 心地善良 知恩图报的兰里华 终于赢得了老天的眷顾 经朋友介绍 他与现在的妻子 陈宇珍相识 在我心中就是蛮宽厚的 看起来很靠得住 很实在的那种人 对我真的很好 我就凭他这一点 我才嫁到这边来的 2011年 兰里华与陈宇珍 有了个红铺海的儿子 一家人的生活虽然清福 倒也幸福平静 很幸福 很好的一个人 对兰里华很孝顺 对我特别好 对儿子也很疼啊 2014年5月 兰里里在经过了 三次手术之后 还是离开了人世 并留下了五万多元的债务 原本生活拮据的一家人 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 2015年2月 更大的不幸 又降临到兰里华身上 本身没力气 没力气感觉 很想睡 很累 头很晕 这就是那个牙齦有明显的 那个肿 开始我都没在意 就拖了一个月 拖了一个月 身上也是没 因为没钱 就没去大医院检查 后面实在是 一个月还是让你发烧 没办法了 我说那就借点钱去检查 他们就借了我 一两千块钱去检查 就在南平市去检查 经过专家诊断 南里华被确诊为 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对南里华一家来说 无益于擒天披霉 从南里华病了 奶奶的眼泪就没有断过 一年多时间 这位78岁的老人 已经心里憔悴 蹲上村里县城56公里 南里华坐车 从山里去一趟医院 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 即使这样 为了节约治疗费用 南里华没有住院 而是选择了保守治疗 每周去医院输一次血小板 尽管如此 治疗所需要的费用 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他现在的状况 就完全都是靠两个输血 都是靠输血维持生命 一个星期输一次 一次血会有差不多两千 有时候需要输血量比较多一点 就会两千四个这样 南里华到达医院后 首先接受了基础检查 没有想到 他的体温竟达到了39.2度 发烧症状令医生紧张起来 其实他这一次 应该是比前几次都更麻烦 我们白血病的后期 他很多都是并发症 你看他现在这个 底腔也有出现出血 口腔 你看他的舌太伸出来 里面都是出血点跟破损 你看他眼睛肿掉了 而且他的免疫力很差 加大营养不足 一旦感染了 就基本上没有办法恢复 发炎血液的结果显示 南里华的血小板已经降到了泥 说明聚业中的抗瘾性几乎为低 更为糟糕的是 白细胞的数值是15.8万 南里华体内的部分器官出现感染 那他总共在其他在大医院 进行过八次的化疗 八次化疗 现在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差 多处感染 然后血小板也非常低 随时有颅内出血和其他胀肌出血的可能 这些都会夺取他的生命 白血病俗称血癌 南里华德的是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比一般的白血病更为严重 如果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平均生存期只有三个月左右 要想治愈 只有进行骨髓移植 然而经过初步估算 前妻所需要的检查治疗费用 就达六七万元 进行骨髓移植也要上百万元 这对南里华一家来说 无异于天文数字 趁着后到处借钱 亲戚叔叔 有个小叔叔 二叔他们都在到处借钱 所有的亲戚都在帮忙 都在帮忙 在帮助他 想救他 亲戚就出了一万多 就开始决定下来做第一个化疗 蓝莉花生病后 一些亲戚朋友主动把钱送到家里 村委会书记也几次来家中看望 十里八村的人们也都伸出了援手 待着虽然说时间不长 但是咱们这个团队 来的都是咱们一份子 我们大队这帮队员 也自发地捐了一万多块钱 特别是我们局长委 知道这个事以后 局长带着慰问金到他家去慰问他 包括我们县这个民政 包括我们保安公司 都在做这个事 两儿 几万元的费用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就在一家人为治疗费一筹目展的时候 蓝莉花想起了一个人 她曾经的指导员江国伟 我妈是2005年2月份 从直队剧官到温宁中队任制导员 然后蓝莉花她是4月1号左右 分到我们温宁中队 我大概是在06年5月份的样子 离开中队 中途交织的时间 半年左右 在六个月相处的时间里 蓝莉花特殊的绅士 让江国伟 这个负责中队思想工作的指导员 格外关注 中队这块内部关系教育 处得非常不错 因为他的绅士的原因 所以我可能找他 聊的可能还是比较多的 在江国伟的帮助下 内向忧郁的蓝莉花 他变得积极向上 阳光开朗 与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他努力学习 刻苦训练 连续两年被支队评为优秀士兵 对于从小遭遗弃不幸的蓝莉花来说 短短两年的军女生活 是他永远怀念的美好时光 而曾经给予他很大帮助的指导员江国伟 也深深留在了他的心里 因为当时指导员在那个大帮里面休息的时候 他都会找我 找我那个谈心啊干嘛的 让我心里都 可是他能进里面帮助的 他都会进所有里面帮助 但是他跟我讲到这些事情之后 我当时也感觉心里也 说实话真挺不受滋味的 真的特别难受 他在自己患上绝症的这个层面上 想着给我打电话 那说明他心里是想着我的 是相信我的 他心里是由我这个曾经的指导员 那这个忙我无论如何 那肯定是要想着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帮助他 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兵走感情在 人走 查不良 江国伟在自己主动捐款的同时 发动同事 战友 同学 亲戚 为兰里华捐款 兰里华的老中队的官兵们 得知兰里华的情况后 也主动捐款 显出爱心 很多战友 比较理解这个情况 主动的就是说 跑到中队跟我们干部讲说 周老爷 我能绝一点 我能拿出自己的金钱 能够帮助他 力所能及的事 因为感觉还是他是中队的一份子 虽然脱下了军装 但是还是温宁中队的一个名 江国伟的举动 得到了总队领导的支持 从总队机关干部 到基层士兵 人人伸出援手 展开了一场 拯救退伍老兵的爱心行动 短短三天时间 筹集到上款达4.5万元 从而解决了 南丽华前期制造费用的燃眉之计 没有战友 没有指导员 他们的话真的没办法 后面那么多厕所 就是没办法跟上去的 与此同时 江国伟积极联系医院 将南丽华转到了条件更好 治疗技术更先进的 福建省协和医院聚业科 进行治疗 只要有一线智力的希望 就绝不轻眼放弃 为了确保南丽华的 后继治疗费用 江国伟和战友们 又通过微信平台 众筹等技术手段 发动社会各级爱心人士 拯救退伍劳幣 最多的一个是 占了一万块钱 一下子占了一万块钱 得到了很多亲戚朋友 很多战友 很多朋友的 无事的帮忙和资助 一个多月的时间 又募集到近三十万元的筹集款 南丽华一段时间的治疗费用 终于有了保障 主要还是从精神上 给予他一些鼓励 叫他要 这份精神 要多想想自己的小孩 多想想自己的爱人和老奶奶 还有这么多的战友 这么多的兄弟 在默默的期盼着他好起来 无私的解囊相助 真情的抗忙慰问 温暖的短信祝福 为鼓励 增加了南丽华 战胜病痛的勇气和信心 也一度使他的病情 如此好在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南丽华得的白血病 属于顽固难治的类型 在接受治疗的一年多时间里 一直没有找到骨髓移植的最佳时机 而这次中院 南丽华又一次 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 现在我看到他身体那么虚弱 但是我还是不愿放弃 真的不愿放弃 因为他很爱自己儿子 也很爱我 他一直都希望自己活下去 因为我跟他做夫妻青年 他一直都很好 我一直都对我很好 真的舍不得他离开 他离开 我有希望他 希望他真的能 能多回一天都好 我一直都好 他怎么会想起来 我一直都好 宝宝 我一直都好 我一直都好 宝宝 我一直都好 我一直都好 听说兰里华病情有所加重 江国伟若从浙江杭州辗转来到福建光泽县医院 看望兰里华 约春节前的上一次见面 只间隔了短短两个月时间 眼前的兰里华已经判若两人 江国伟感到无比心痛 从病房出来 他急忙找到主治医生 希望尽快对兰里华进行对症治疗 三天后兰里华的病情有所好转 少退了 精神状态也明显好了许多 而此时江国伟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满足兰里华的一些心愿 这次过来给你拍了一段视频 就是以前就是分离中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现在还想着过去看看吧 想着哦 虽然说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但是还可以看得出来 是咱们曾经战斗过 执勤放杆的地方 这个地方还有印象吧 当时是一个黑板豹 还有印象吧 对吧 我们现在到了你们所在的一帮咯 这个地方还比较熟悉吧 你应该以前是这张船 背靠着就是完美 你们的帮助 南丽华你好 我是陈英 你还记得我吗 听说你生病了 病情很严重 大家给战友们都很关心你 多指导员 帮我带进去 希望你能够找个疼务 把病魔看着挑战 把心念当着武器 在医院嘛 你要多配合医生 饭上要多吃点营养品 另外嘛 我们这么多战友都在身边 不要辜负我们大家对你的这片希望 好 加油 加油 这谁 小朋友许愿是吧 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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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胖子 坎叔太深了 一生相处了要赢 一生相处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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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 不想不想 不想不想 看看 看谁那儿了 这个叫什么名字 这个呢 看不出 我没有这个谁 太多了 看到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四位战友 蓝米花惊喜不已 蓝米花 现在我就想回到当初 打算是 一个小时 或者一天都是好的 战友感情 是比一般的亲戚朋友 都会更好 更深厚 更让人感动 一路来真的 一直都是他默默的在关心 在照顾 在帮助 还有所有的人 我都不知道 才怎么表达我的真正的感谢 没办法说 快递哥攀楼覆险 立火救生 现在火势非常大 家里烧的 空空空空 空的直响 炸弹直响 直响 快递救出来 玩完完 这万一一切的灵气 万一爆炸了 完全不得了 退伍兵摆着布袋 再立新功 这玩意是靠部队的培养 造就了现在的武器 英雄背后的故事 我是一个兵 中国武警 下期播出